報告今天算是我們台南大東夜市 在網上升量最高 狗六狗南都很強 狗南臭都不很強 報告這個1到10分你會給幾分 歡迎收看今天的 Yes My D EP5 之特別企劃美食調查團 我是今天的特派員陳天 那我們今天在哪裡呢 我們今天在台南 非常知名來台南一定要朝聖的 知名夜市之一 大東夜市啦 那今天為什麼我們會有特別企劃 就是因為我們有特別來賓 讓我們先歡迎 OOTV 阿包跟劉劉 今天邀請到了 OOTV 算是在地的台南 那平常你們常來大東夜市嗎 一年來市 算是一年來市 跟我一樣會一年來市 沒關係我們今天 是每一個人吊雜館 我有幫你們分析 網路聲量最大的 六加米 六加米 我想先吃幾個還是鹹 是 鹹的 OK好那我們 Let's go Let's go 其實它這個是主要很亮的 可是你自己一個人單吃的話 可以吃到很飽 我比較喜歡這種麵的味道 沒有到很爛 然後也不會很生硬 我喜歡中間一點 我個人會給 其實我算是 食量蠻大 可是現在是夏天 我可能會給到六分 因為真的有點熱 如果是冬天吃我可能會給到七分 就是分量很大 就是真的天氣太熱了 所以我覺得八分 因為我比較不挑食 我只要麵好吃 湯好喝我就覺得很OK 真的太熱了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非常怕熱 怕流汗的人 這個一定是怕熱 然後又愛流汗 吃完又要補個裝 可是好吃啊 我覺得很好吃 可是好吃 但是愛一下 天氣突然降五分就對了 好 那我們去下一個 Let's go 現在來到炎季 臭豆腐 這一間可以說是網路上 聲量最高 來 可以嘗嘗看他有多厲害吧 這間算是我們台南 大陸夜市 聲量 在網路上聲量最高 這個 抖六抖南都很強 真的 抖南臭豆腐很強 我喜歡 那報告這個1到10分你會給幾分 1到10分我給6分 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吃 軟的啦 有機會去那個什麼 抖南那邊 又在Cue抖南 台南來說的話 這間是我吃過最脆的 真的沒吃過這麼脆的臭豆腐 所以真的來說還不錯 我個人給他蠻高分 因為我喜歡脆 我給他到8分 而且他很厲害是 他裡面充滿湯汁 然後泡菜又不酸 個人很推 我覺得我大概6分吧 因為我也是喜歡吃軟的 但是他的味道真的很好吃欸 我覺得他湯其實是那種炸出來 這個味道真的 算是我喜歡的 臭豆腐的味道 奶茶喜歡喝奶味重 我不喜歡 我也喜歡 我也喜歡 欸 牛奶才可以 又強又健壯 這間1到10分 你會評價幾分 6分吧 6分 不會煮到很好喝 但是也不會很難喝 我覺得我給8分 因為我剛剛是很熱很熱熱的狀態 然後現在喝到冰的 我就整個是爽 而且我喜歡大珍珠 然後一般我對夜市的那種 珍珠黑糖鮮奶 大部分都吃到小珍珠 但是我都不喜歡 我這邊的話我應該會給也是5分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喝甜的 我可能點錯了 因為剛才的女兒跟她忘了是點微糖 然後我好像點到少糖 所以有點 對我來說有點甜 但是整體來說還不錯 就是黑糖味真的很重 我會有那種 我會有那種 夜市最怕這種 海鮮內味 我有沒有吃 炒頭 炒頭 8分啊一樣 最高還是8分 缺點 這樣太缺了 我個人不喜歡吃 哈哈 一口有RG就會爆掉那種 但是大小我覺得 我也是8分 因為我覺得它味道 算還不同不會太鮮了 然後我不討厭講 所以我覺得是好吃的 我覺得它很重要 因為有一些 可是很鹹 我之前吃過 是鮮度剛好喝好喝的 來 來 要喝完 我不要挑 個人點的是原味 然後他們點的是 美麗 現在來試吃 請問評審 請問誰 會點幾分 我個人啊 10分 今天最好喝 也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就是 我第一次吃 會想再來一次 而且我會推薦給我的朋友 但是它的口感我真的不會行 自己來吃看看就知道 真的 真的很好吃 我的話是8分 它的冰菜籽 不是很道地的日本冰菜籽 就是它的味道還不錯 最便宜 8分 我個人評價 應該會感到9分 因為我很喜歡吃 薯泥類的東西 但是因為我現在有一點烹飪 本來這個是第一道 我可能一下就喝完 接著去最後一道 GO 驚為天人嗎 算什麼 太多 胖哥直接被酸爆 看哪 有 有 他吃一整顆蒜頭 大概一到幾分 這段幾分 9分 好吃真的好吃 不會很油 但是我覺得 還是要配蒜頭 是我剛剛那個配太大了 可是如果 配蒜頭下去的話 味道就會全部配蒜頭下去 哇 9分 欸我剛剛給他19分 我來聽到做教育 他怎麼會讓我覺得很肥 很噁心 因為我不敢吃太多肥肉 瓜哥進去這樣一盒 應該至少要150-200塊 你看這樣一大盒 綜合的是100塊 就像你朋友講的 價格來說真的是相當便宜 休假的時候買一盒 我會去配酒 就讚的了